杨幂与刘凯威早已离婚 李小峰不算情敌 很巧的是 李小峰在杨幂新剧《爱的二八定律》中与杨幂合作演闺蜜 虽然剧早就拍完了 身份突然有些微妙和尴尬 前段时间 李小峰在社交平台上频繁分享自己跟刘凯威的恋爱经历 惹得各大网友纷纷效仿 两人在公开恋情之后 首次同框出现在机场 穿衣打扮也犹如情侣装 看上去好般配 大众对他们之间的过往早已经不再缅怀 毕竟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然而 这三个人的名字又以一种神奇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 近日 李小峰删除了之前的恋爱视频 刚官宣恋情时 就有网友发现在社交平台筛出记录恋爱全过程的视频 李小峰在视频中称呼男友为霸总 也让我们看到了刘凯威浪漫的一面 李小峰有了新动态 突然通过社交账号删除了与刘凯威的恩爱视频 现在账号里都看不到了 被质疑是分手了 所以才删掉了以往内容 尤其是他拿着例子正在雪中满脸感动 背景配的是杨蜜的成名曲 爱的供养 这一举动引发杨蜜粉丝不满 为了赚快钱 直播带货无可厚非 但李小峰这次居然高调到激怒了杨蜜的粉丝 原来 在带货期间 李小峰的粉丝团被发现叫蜂蜜 而巧合的是 杨蜜的粉丝团也叫蜜蜂 引来网友一片讨论 他发的视频下面都被杨蜜的美照罢评了 不得不承认 网友们的这波操作太绝了 李小峰这两天开始疯狂删评论 奈何杨蜜的粉丝太多 就算被删除了 也第一时间再次发出 导致李小峰的评论区已经沦陷 李小峰的评论区瞬间变成了杨蜜的美照区 每条评论的点赞量都远远超过了他视频的点赞量 微博里面李小峰超话 本来是李小峰超话 却被网友硬生生地改成了杨蜜的超话 满屏都是杨蜜 当然 最让大家耿耿于怀的 还属唐朝栗子和爱的供养 刘凯威因为夜光剧本 口碑不太好 以前也经常会在节目里公开吐槽杨蜜 称她在家里像家庭主妇 一点人脉都没有 如今杨蜜的粉丝恨乌吉乌 也不喜欢李小峰 也就可以理解了 浮夸 坐坐 油腻 蹭杨蜜热度 也难怪刘凯威的新女友会遭到全网嘲讽啊 很多人总喜欢拿李小峰和杨蜜做比较 当然了 无非就是有人觉得李小峰和刘凯威挺般配的 也有人说李小峰单看还可以 但是要和杨蜜比 确实是差远了 刘凯威和李小峰就是正常恋爱 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嘲笑他们 至于说李小峰的行为油腻 可能就是一个处在热恋中的女人幸福的表现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 表达方式也不同 插言道 兔子不吃窝边草 但刘凯威新恋情被曝光后 却被网友扒出和新女友李小峰做邻居 疑似已有两年之久 更巧的是 早年只在地方台主持人的李小峰 不仅参演了刘凯威前妻杨蜜的新剧 两人在剧中还是闺蜜 这让人不仅疑惑 从前默默无闻的李小峰 哪来的这种底气 价经全富豪 从主持人华丽转型 有句俗话说 生的好不如嫁的好 有几分道理 但却和人们的愿望是与愿违 毕竟靠努力得来的果实总是更甜一些 不过有时候 优秀的资源 就是能让人如虎添翼 2006年 毕业不久的李小峰 就顺利进入安徽卫视 担任综艺节目《飓风行动》的主持人 为自己的主持生涯开了好头 同年 他参与主持的时尚美妆节目 《美丽敲家人》 也在黑龙江卫视播出 然而正值事业上升期的李小峰 却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2010年 李小峰和京圈富豪王冲完婚 这位富豪形势低调 据说和汪小飞 王中磊 腾华涛关系匪浅 同年 李小峰客串的爱情喜剧电影《失恋33天》上映 自那之后 李小峰便陆陆续续 开始在不同的电影电视剧里露面 但一直只是小透明 2017年 冯小刚指导的一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文工团影片 《芳华》上映 兼具艺术性和现实性的特点 以及主角们真情流露的表演 打动了无数观众 算是当年一部难能可贵的口碑和票房艰巨的电影 李小峰在《芳华》中饰演的正是好书文 那个性格开朗活泼的乐队女孩 虽说乍一看 黄轩 钟楚希也不是顶流演员 但毕竟与角色贴合度高 也施大实让观众记住了角色 但好书文却和林丁丁 陈灿等几位演员一样 颇有几分绿叶的奉献感 而李小峰不仅老公是京圈富豪 合作的导演也是京圈名导 冯小刚和贾张科 姜文 陈凯歌一样 都是京圈名导 据说冯岛在为芳华挑选女演员的时候 也相当严格 一千多位新人面试的时候都要素颜 李小峰能从这样的选拔中脱颖而出 不可谓不优秀 生活总是充满戏剧性 没准哪一件事就会成为人生的转折点 2017年 正在芳华上演童年 李小峰和前夫离婚 虽说已经育有一子 却还是选择重新开始打拼 可是差强人意的是 离开前夫之后的李小峰 再没有从前那样好的资源 作品寥寥无几 直到去年 他和林肖素主演的电视剧《春天里的人们》 在央视八套播出 李小峰可谓迎来事业第二春 今年1月和宋佳 袁永怡主演的作品都市剧《盛装》上播 最近参演的《爱的二八定律》又风头大热 但巧的是 在剧中 李小峰饰演的角色和主角琴师 还是一对好闺蜜 随着剧开播不久 李小峰和杨密前夫刘凯薇的恋情也突然被曝光 据了解 刘凯薇近两年已经将失业中心逐渐转移到内地 本人也已经在北京定居有一段时间 此番两人恋情爆出 网友们顺着两人社交动态回溯 发现李小峰和刘凯薇 似乎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是邻居 刘凯薇家底因后 父亲也是低调且知名的富豪 在定居北京后事业心重心倾斜必定也会和一众惊圈演员打交道 李小峰在恋情曝光后也是直言 自己被霸总邻居追抵挡不住 想来如今二人结下良缘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据悉李小峰已经40岁了 他与刘凯薇一样都有过一段婚姻 并且也有孩子 网传李小峰前夫叫王冲 是一位富商 长相高大帅气 并且投资过李小峰主持的节目 知情人透露 王冲与李小峰能够走在一起 还是通过何炯牵线 双方恋爱后不久 李小峰就怀孕了 并且闪婚嫁给了王冲 2010年7月 王冲与李小峰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当天来了一众大咖 包括汪小飞 廖凡 何炯 沈灵 滕华涛等人 很显然 王冲和李小峰的朋友圈都比较广 商界和娱乐圈的名人都有 婚后不久 李小峰就产下了儿子 王冲非常宠孩子 多次晒出过与儿子的照片 与李小峰的感情十分甜蜜 王冲的生活圈比较广 他与沈腾 王中磊 王小飞等人是好朋友 平时还会和大家一起出游 并且在微博上给沈腾 王小飞送过生日祝福 从王冲的微博来看 他与李小峰的婚姻持续了7年左右 直到2017年 王冲便很少在微博上秀恩爱 不少粉丝在评论区留言 质问他和李小峰是不是离婚了 不过王冲并没有回应 至于双方为何会离婚 估计只有当事人清楚 如今 李小峰又有了新的感情 无论如何都祝福他和刘凯威 希望两人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